交通部長陳世凱日前接受了專訪提出 如果中央總預算遲遲沒有辦法過關的話 地方的交通建設會受阻 可那連公車都有可能難以營運 遭到了國民黨議員的批評是在違言聳聽 後來民進黨議員馬上舉例反擊 說像是有些偏鄉的巴士或是公車補貼等等 不少的新興政策都有可能會受到波及 立法院不斷擋下新年度總預算 交通部長陳世凱擔憂影響到公共運輸 要是客運公司無法得到政府補助 有可能無法運營 不過這個說法卻遭到國民黨籍議員批評 雖然原有的政策不受影響 但新興政策包含公車營運跟票價的補貼 公車站換新還有偏鄉巴士的推行 就會遇到困難 而且影響範圍不僅僅是公車而已 捷運胎鐵公車都可以使用的 T-PASS月票是不少通勤族的省錢救星 但要是中央總預算無法通過 接下來要推行的T-PASS 2.0 就無法過關 明年交通部的預算編列 大約一千五百億元 要是總預算案沒通過 大概有六百多億預算不能動之 那麼包含已經有四個縣市提出規劃的 短期方案T-PASS 2.0 路口行人安全改善 以及各區域立委向中央爭取的公路拓寬 捷運線路延伸 都會受到影響改善延宕 中央的總預算被擋了之後 所有新興計畫是完全沒有辦法使用 要來問問新北市的公車業者 他們贊成這些國民委員黨預算嗎 那未來他們的生計何去何從 那這些被影響的市民 未來的交通要怎麼辦呢 各地方想改善交通建設都向中央伸手要錢 不過立法院總預算一檔再檔 沒有預算交通改善只能是想像 記者林漢婷 林雲拉 台北採訪報導